这就是你这一年来的准备 你太让我失望 什么呀 这段一段给我留住 哎呀 我居然有这种心思 好看 谢谢大家 谦诚一点 今天是否能脱单 不 何时能脱单 上会火就会火 会火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白净亭 我是小栗子 好 来 我们有个热身环奖 我们去年采访的时候呢 你有吐槽我们的梗 有点老了 这都老梗了 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有6道题 拿错了2道的话就放给你去 没有什么 哦 但今年我好像没太看这些东西 你问吧 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够强 如果这都赢了 那你这个环节以后就不要再 好 来 猪卫生猪宝宝 羊卫生羊宝宝 鸡 鸡生蛋 答对了 答对了 哈哈哈哈 结束了 好 咔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开端 你这跟刚才你的自信完全 啊 行 好 猫会喵喵喵叫 狗会忘了 鸭子会怎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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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 那机会 机会生蛋 好 不是 机会怎么叫 机会怎么叫什么 机会是要靠自己把握 机会当然是没有准备 这差不多一个思路嘛 好 明年五百 再下一个 什么呀 这就是你这一年来的准备 你太让我失望 来吧 来吧 我给了你一个机会而已 谢谢 一只老虎走啊走 找到了英国 它变成了什么 泰哥 行吧 又答对了 哎呀 哎呀 对 我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 这我已经赢了吧 一只蚂蚁迷路了 问另外一只比较有经验的蚂蚁 你都如何回忆我 带着笑或者是什么 看你如何回忆我 带着笑或者是什么 这些年来 是的 没错 这道题就是为了让他唱歌 不用歇 就这样赢了 好 我们后面有一个红包奖 送给你 就这 送给你那个朋友们 就这 谢谢 谢谢 我都怀疑我小蜂蜂蜂里边评论 有你在 小蜂蜂在剧中就是一个游戏的架构师 没有什么过多可介绍的 没有什么特殊机 坐机 成长 聪明 其实没有特异的理由了 其实那个就基本上就是 我不刮胡子的样子就是人 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 所以就没有过于修饰自己的这个妆感 什么造型啊这些 我自己都看不出来那个胡子 就可能是因为那个海报 最后稍微锐了一下 就看上去有一点沧桑感 开关的观伯一直在套路你 就是去运你那个 他们的那个 那你有想到什么招吗 说不定现在这个观伯就是我阴影 你想他现在这么有梗 这边是一个有梗来马河马阴影 就是每一天开拍前都会捋一下整个线索啊什么 你有没有就是拍摄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玩错那种剧本事 说实话我没玩过剧本杀 就除了我们大侦探的节目之外 我生活中我从来没有 因为这个太想工作 对于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玩剧本杀 然后我不希望私下还是一个进入工作的状态 就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戴上眼镜就像是白侦探还是破案 我觉得肖河云跟白侦探相比 还是白侦探 肖河云更聪明一点 幸亏杀住了 还是肖河云更聪明一点 对 主要还是演技上的认可 我觉得有多方便的原因了 因为我跟他们真的聊过这件事情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大侦探会用我的形象 带我到肖河云的这个形象 所以就还比较契合吧 也就是感谢大侦探 会有 我们会跳拍吗 每一场期都回忆自己 到底是在第几次循环 所以到旅到最后就极其熟悉了 开始还会再做笔记 然后拍到最后就逼着 我只凡分钟 全部都能履出来 越拍越清醒 还有对公交车产生的课程 倒也不至于 我们还是很正能量的 我们看完我们这部戏 就可以更想去坐公交 呼吁大家多重做公共交通 现在听到多名声你会说 没什么反应 从小学钢琴 这首歌已经刻在我的骨子里 我已经很难对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情感了 题外话 有生之年还能看到白侦平堂钢琴吗 那你以前有用过手机采灵吗 还想一下吧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岁数应该 对 应该有的 采灵是等待的那个时候 那我还正用我还花钱买过歌什么的 好像我花钱买的歌就是魏晨晨哥的歌 那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有一个瞬间是可以无限喜欢的 你希望是什么 进这桃王吗 还是正常的过我们的时间线就好了 相信那你才有说一个孩子 就是这个梦 那是我的词 我这梦也太成了 然后那你做的最扯的梦是什么 最扯的梦哪可扯了 那都已经 都不能播我懂 反正我因为前段时间做个梦 那做个梦的同时 我突然就是好像想通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可智慧了 然后我早上一写了什么都忘了 就觉得还是平淡的一遍 就只存在在梦里面那一个瞬间 年充分你觉得自己很重 梦想跟痴情妄想 我已经区别了 就是花剧里面你有 就对零食类超市的零食有克制 甚至有什么克制食欲的方法 克制食欲的方法 就会看自己胖的时候的一些照片 就是告诉你这不对 也不是每一部戏都那么可扯 就是剧情需要 化妆事业有时候你就开始看你便利 之后有需要变白 用完吗 用修理可 这段一旦给我留住 但确实是 也不是懂 因为确实是 也需要用一些精华类的产品 然后再以后就是你 我变白的速度也很快 因为本身肤色比较白了 就跟人家呆着不出门 就很快就回来了 趁着别人 那你知道剧中男女主角的名字 有什么意义吗 我知道 这个留到大家开播第一天就知道 我们这其中是埋了梗的 看谁是大聪明 能够把这个提前的 诶 可以告诉我 然后剧情的图现就是 就是两个陌生人 在那个公交车上 然后刀站就下车了 如果同样是以这样的一个 就是主题 对自己自有创作的话 你会怎么创作 两个陌生人在公交车上相遇了 然后盗战就下车了 你就创意点吧 我的创意都得 就属于就是 广告创意这块价格就不一样 我说这是另外的价钱 那前阵子就是积极有帮那个景博然宣传的东西 那这一次你的心意快要拍照 他有什么准备 看他了 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 也没必要真的说 花大量的心思在这什么 就是物质上的支持比较重要 就是帮我多做这套造型 我最近看他那个某书上 发的这件衣服就还是挺好的 他上次在我们采访里面学到一个 他是有一些朋友 帮我要衣服 我就觉得是原则才可以 改天吧 没事 我知道他家住哪儿 白静婷不礼貌 对景博然不礼貌 他的形成我都很清楚 他有飞行日的时候 我都会看他有没有接拍 看哪一件衣服还不错 这我要衣服签名照 给他了 格局 我每天在聊天上 都在强调壁色的格局 或许这就是帅哥们的快乐吧 好 那你知道自己有找一个 有时候偶尔会刷到我 这就还好吧 因为就是说话 走路这件事情 我有自己刻意地去把握 可能因为我从小练练体育的原因 就是走路会有体育生的那个法 但其实在镜头下有点奇怪的 本来就是特意地在板 包括就是会看一些秀场 看男母王们怎么走秀 然后去学习一下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能自己平时板一板的话 就是私下一定要注意走路姿势 然后走完之后就结束了 结束了 那之前有看到就是在GQ那个秀场上 你有一个转伞的动作 还有一个小脚 是你之前设计的 这个只能说人家GQ抓得好 因为那个镜头 其实他们怎么切我是不知道 就是看前面几位其他的艺人去怎么走 然后自己临时反应 应该有一些设计 因为我前面的几位艺人的表现都很精彩 所以到我这我压力可大了 就是那个被伞吹走的 其实是自己有想过就是这么设计 很多粉丝都在你评论下面 会不会封杀 我不知道这个风气是从哪开始了 就是谁带进来呢 我拒绝 就他们的那个留言 就如同你跟我前面说的那几个梗一样 就在我这已经感觉好像我是不是冲浪 冲的太多了还是索然无畏 那你想对就是电影里面的粉丝 你说什么 就不要在我评文底下在找老公 你们的老公不在我这里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这本书应该很熟悉了吧 又来了 又来了 十个艺人 送给你 不是送给你 谢谢啊 好 今天的采访是自己 是每个艺人拿的都是这本吗 是啊 你看这翻舊了 一年前是不是不是这样 这个应该让每个艺人都带什么签名 哦 有道理 你先签吧 我不要 每一次答案只需都有这么情况 这个 这个有 这个有 来 playback 接下来请欣赏惠火连续剧之白净庭的桃花韵 最近有没有桃花韵 无畏的徘徊 好 那我问白净庭会徘徊 这些我都看 我翻 明天再来试试 这什么滚头鞋 这太伤人了吧 我也很好奇 前程的神奇的答案之书 请问白净庭什么时候脱单 发挥你的想象力 大家没有你的桃花韵 对 我还是问我的 我今年的桃花韵 我2022年的桃花韵 我翻译一下这个书的 翻它的开端 嘿嘿嘿嘿 这什么呀 本页前第三个答案 我有前面了 就是我要往前 往前翻三页 对 一页 两页 三页 是这页吧 这什么 那只是会浪费钱 不知道我怎么理解 我 我今年的桃花韵 那只是会浪费钱 这可不能稀想 这是什么鬼 那只是会浪费钱 再问一个别的问题吧 虔诚一点 今天是否能脱单 不 何时能脱单 然后不然 别再犹豫了 暗示我要勇敢一点 我往哪勇敢 我这个方向都没有 别再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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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脱不了他 别再犹豫这个问题了 根本脱不了他 是这个意思 不行 还有一个什么 景博然对我的格局何时能变大 注意细节 好吧 这话该怎么说 明天再来问一下 明天再来问一下 您的奖务 奖务 这个可以打开吗 耶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新年快乐 接受任意一种知乎方式 来你已经打开了 新年快乐 会火 开端会火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我开始了 又不认输是吗 去年的游戏事实上 我记得也很无语 非常紧张 我收回刚才的 本火和白净平的精彩对决 将后续解锁 敬请期待 好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小游戏 去年的游戏事实上 我记得也很无语 谁花这么多流量 看我在那拼除 相信我 今年绝不会让你失望 这个游戏还不错 游戏规则 每人手上六只青蛙 轮流将它们弹进桶里 最后桶内 让你写的青蛙更多 谁胜出 你输了 你不会今天就是 就是 我先练习一下 我再练习一下 你也练一下 大家公平一点 我好像拿捏了 行了来吧 比赛正式开始 他已经是输了一大局了 他还能 还能多啥 答对了 又答对了 哎呀 我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 劝你不要赌 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你看这话说的 你说了 再说宠嘎吧 真是不好意思 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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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呀 哎呀 看来四下练过呀 我要不要给你奶奶奶 走 其实没想给你奶奶 就是没劲 哎呀 哎呀 我的胜负欲来了 哎呀 可以防守了吗 嗯 哇 你在这个领域真的是有点天赋 哎你领先吧 哇 平了 哎呀 完了完了 哎呀 哎呀非常非常紧张 哎呀 到底到底是不是我绝杀还是被反绝杀呢 哎呀 那如果我也没有劲的话 没有劲就打平了 哎呀 你看格局 咱们可以加赛 哎呀 我收回刚才的 哎呀 看来就是 就注定是平局了 哎呀 这个游戏还不错 你也想打 哎呀 什么 就我又想打 就有惩罚 我赢了不算 然后我 然后打平了是惩罚 别问 问这套路 你们的惩罚有啥惩罚 惩罚就是 小和鱼 大家都叫小和鱼 虽然我不懂 为什么 你知道北京人为什么不说谐音梗 蛤 又开始吗 又开始 就不认输 就不认输 是吗 北京人为什么不说谐音梗 哇哇 你北京人不信谐 你北京人不信谐 说谐音梗 哇 北京不谐 北京不谐 哦 听了 你赢了 算你半个月 我说谐音梗 被调队 我说谐音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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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吧 应该是小栗子 哈哈哈哈 大家都说谐音梗 你梗梗梗是大栗子 为什么能拉大栗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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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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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就是那个 刚来的这么 这么平庸 我再写一个帅 这个女生我不会写 我还写不出来 我在想他们怎么能把帅看成小栗的 我写的还挺 还是小栗子 因为不是 因为后面是鬼 帅这个字 你们也看见了 他确实努力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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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